吴妮娜 我们游民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0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好 先为一开始带大家来看到华联县议会的定期大会 那么是由徐雪玉进行总质询 那么也针对了受风箱的快速道路 以及公路的维护 还有路数修减 外籍身安全 营养午餐等等议题提出讨论 定期会首先由县议员徐雪玉提出宪政总质询 徐雪玉则是针对受风箱东西向快速道路 公路维护 路数修减 外籍身安全等等 请花莲县警察局提出相关的外籍身安全的配套措施 那我们本县也有很多的大学大专的学校 那外来的孩童也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童 他们到我们本县来读书 都能够高高兴建人来在那边救血 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 那这个除了交通以外 在校园里面也更要得到安全 那我们也希望说交通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道路呢 桥面上啦 这些接缝啦 就是我们的伸收缝这个部分 非常的不平 那以及我们的道路也是 那是不是能够这些呢能够做一个改善 西瓜这个部分呢 那在10月29号那一天呢 其实有一些西瓜农也到了我们农业处 跟我们的黄总干事 还有我跟张一言呢 我们都有协同我们的瓜农去跟我们的吴处长做一个商讨 就是说我们的西瓜呢 因为熟鸡粪呢 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跟那个熟鸡粪的肥料价格会比较高 那这个生鸡粪呢 对于农民来讲 他们是说生鸡粪是这个肥呢 肥比较有肥沃啦 那熟鸡粪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肥沃 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观光问题 以及这个卫生问题 所以必须第一期可以给他们做生鸡粪 那第二期开始呢就不能用生鸡粪了 往后也没有生鸡粪好用了 并且也在营养午餐的食材烹煮 与教育处长沟通 希望能够在食材以及营养调整上 能够有所调整 记者林杰花莲采访报道